欢迎继续收听播度全世界 我是郑宏怡 我们现场访问的是 颜明卫 日前丢马总统苏的那位同学 那明卫 所以你建设台湾独立吗 对吗 是 什么叫台湾独立 国名要改吗 当然 改中国就要打了 我的想法是说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要自主意识 台湾自主意识 也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国 我们没有什么能够跟人家修复 我们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集体的意志 而且意志不是以他人的意志为意志 就是我想想中国就要打过来 所以我们就不要改变 对对 我们不要改变 我们要去想什么样是 我们的道路 因为就是之前说 独立是台湾唯一的活路 所以我们就要去述客 说要怎么走 不要陷入那个敌人的逻辑当中 如果他你改了国名 那中国有说 如果你敢这个华理台湾 他们就打 那你会想要去战争吗 你说我想要去战争 你说假设他们真的要打过来 当然了 也是怕 那牺牲性命哦 对哦 那美国又反对哦 就是我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的心里的一个 算是坚定的信仰 就是说 如果说悲剧 悲剧好了 悲剧跟毁灭 你要选择哪一个 毁灭跟悲剧 当然是算你的悲剧 因为你只有在悲剧的土壤上 才能够建立那个乐观的种子 可是如果你改了国名 大家也都不承认你 那个有意义吗 要集体的民族自觉 你看香港现在 民族自觉 就是说我们 因为民族自觉是 我是觉得说是 一百年多年前提出来的 民族自觉是 一个小国 或者是一个国家 它最高贵的权利 就是那些人生在 那个土地 他们集体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是 最高贵的一个款力 对对对 你赞成那面国旗吗 你说现在这面 它是党旗 对啊 对对对 当然当然要改掉 对对对 当然要改掉 所以国歌呢 国歌要改吗 当然啊 当然要改 无党所终 改掉改掉 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 我没有 我科技科的党歌 我就没有写 就校园有发生一些事情 怎么说 在学校发生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你说 就是因为我就 因为我 我们学长就写一篇 批判学校说 你敢去科党歌 我们就在学校 掀起一些事情 这样 那都是往事 都是往事 对对对 那是古中的孙子 对 我是跟说台独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国歌 你怎么唱过 我 我以前有唱过 但是自从 我启蒙以后 我就不唱了 就不唱了 就还是唱到一半 他们在唱 我就走去 就走了 真的吗 对对对 学校的周会 对对对 你顶多是不唱而已 你还能走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就走了 所以你也不像 那个国企经理 没有 以前有 但是自从启蒙以后 就 但是你如果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国企 你还是会感动 不会 你不认同那个国企 不认同那个国歌就对了 也不认同中华台北 当然 中华台北当然不会认同 对 中华民国也不认同 对对对 就是要改成台湾 对 当然说这个 这都是名称上的改变 实际上的改变 譬如说我们要让国民都打 台湾才会好 我们要实现真正的转型正义 彻底的转型正义 我们的政府要怎么改变 让社会上所有人民 会比较好的生活 我是感觉这是台独 会更实质更深刻 以然就是我们去想象 我们年轻人或者我们老一辈 一起来想象说我们要搭着 是什么样的社会 对对对 我感觉这是台独的 我们的力量的所在 其实说你共同 我感觉这都很寒 那个中国是一个国 我们新年是一个国 那个国怎么对待香港 对对对我们 对对 所以我感觉独立还是台湾 唯一来倒楼 你现在的政治人物 你最拳配什么人 阿扁 为什么 因为后来 其实在我们同辈的少年当中 有很多的印象 对阿扁的印象都不好 对 但是我重新去理解他 我感觉我们都是阿扁之子 对对对 不是有人说他贪污 贪污 我感觉那都不是重点 他是后来的 后来台湾现在是怎么会走到 今天的重控 就是所有围团的声音都会出来 就是因为那时候红山军 红山军 所有围团的声音 淡气有淡气 有围团的声音都会出来 阿扁的弹污 事件在现在其实也没有 事实上阿扁那个事情 到目前已经至少有事件都不起诉 对啊都不起诉 所以我不知道 对 现在好像唯一就是龙坛案 搞他的是龙坛案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其实 因为阿扁在我们 就是他在他执政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那段时间 也就是90年代末期到2000年 其实对台湾的本土意识 整个栽质是很重要的 你会以后会想重振吗 我还是先从反抗 先为反抗 从社会文童 对对对 好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延民伟 就是日前丢马总统输那一位 他目前是中山大学社会系 一年级的同学 其实我的感受就是说 这年轻人其实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而且气质非常好 不是外面讲的教养不好 也要称赞延爸爸延妈妈 你把延民伟教得很好 真的 好感谢你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网友 优优独播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